前段时间的二就活了 许多向往农村的人们才明白了 这里并不全然是他们想象中的美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也是一部大制作 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展开故事 表达出人世间最朴素真挚的情感 故事开始 一对兄妹趴在山坡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马路 眼睛里闪烁着惊喜又向往的目光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这也是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真实写照 正如故事里的哥哥阿珍 虽然年纪小 但却流露出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成熟 妹妹阿珍在哥哥的照顾下 就像个可爱活泼的小公主 可他们到底在山坡上望着什么呢 直到传来了奶奶叫他们回家吃饭的呼喊 兄妹俩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 妹妹跑着跑着又喘不过来气了 哥哥赶紧停下来 背起妹妹 路过一群同龄人时 他们喊着口号 听着他们给自己编的绰号歌 妹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只有在哥哥面前 他才能做个小公主 别的小朋友都不跟他玩 还笑他跑不动 哥哥小安慰哭泣的妹妹 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 他指着传来声音的方向告诉妹妹 快看 拖拉机来了 真真可爱的妹妹果然停住了哭声 扭头看看 但很快就又哭得更伤心了 小孩子都很喜欢看大车子 但兄妹俩更希望车子上下来的是爸爸 但可惜 下来的又是别人的爸爸 看着别人兴高采烈 提着爸爸带回来的好吃的 兄妹俩待在原地 妹妹哭得更大声了 哥哥也沉默了 妹妹不肯走要等爸爸 哥哥只好先回去和奶奶说一声 省得老人家着急 妹妹一个人待在原地 心里还是想跟小朋友们玩 结果当秋千的时候 妹妹阿果不小心晕倒了 原本日子就过得艰难 现在年幼的妹妹还生了肠大病 村里的大夫告诉他们 妹妹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 得赶紧到城里去做手术 但爆出来的价钱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比巨快 哥哥和奶奶两人面面相去 谁也没了主意 医生看着两人 说自己能给他们把价格降到两万 但也同样付不起啊 回到家的哥哥看着这么可爱的妹妹 没了往事的神采 心里别提有多久行了 夜晚 哥哥一个人独自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他知道奶奶年纪大了 没办法带着他们进城去治病 他拿了奶奶给的号码 先去大伯家接电话 那串奶奶给的数字 就是爸爸的号码 但没有打通 他一遍一遍的核对纸上的数字 还是打不通 于是他决定独自带妹妹进城找爸爸 他一定要治好妹妹的病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咱们去广州找爸爸 妹妹的病可不能再拖了 天一亮 阿正就背着妹妹下山去了 小雪的肩膀背着大大的悲劳 里面装的就是他的全世界 累了他们就一起边走边唱 终于走到了马路上 遇到了好心的大叔 带了他们一程 不然这么远的路不知道要走多久呢 兄妹俩来到汽车站 哥哥未省车票 把妹妹放进竹框 差点被闷死 幸好又遇到了好心的中年男人 给他们俩补了车票 车上一个小女孩还拿出糖果 给他们兄妹俩吃 俩人好不容易进了城 可肚子都饿扁了 哪有力气找爸爸 更别说治病了 哥哥眼看妹妹越来越虚弱 他一狠心偷了人家的包子 还是好人多呀 包子铺的老板没有打骂这个小男孩 反而送了他们几个大包子 并告诉他们 以后不能偷东西了 但孤苦无疑的兄妹俩 怎么才能在这个偌大的城市 找到爸爸呢 他们从小生活在大山里 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甚至找错了爸爸 好在假爸爸是个好人 专心地爱护了兄妹俩 但真爸爸呢 最后上天 叹来了神仙眷侣 来帮助兄妹俩 一对有爱心的小情侣 帮助他们报了警 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 尽管还没有及时找到爸爸 但妹妹顺利来到了医院治疗 医院的医生 也到相关的爱心机构 申请救助 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 爱心人士资助 看完这部温情电影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兄妹俩的爸爸妈妈 虽然不在身边 但他们寻找途中 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他们的亲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